我其实从以前就觉得 手是女生的第二张脸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养 少女时代的Tiffany也是用这一款 哇 这个三位也太高级了吧 重礼跟自用都很适合的护手霜 嗨 大家好 我是Karen 这里是一个还蛮爱擦护手霜的人 通常一天就是会擦个五六次 然后每天晚上睡前的固定保养 其中有一项就是擦护手霜 我其实从以前就觉得手 是女生的第二张脸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保养 很多人就是脸算漂漂亮亮的 但是手非常的干燥粗糙 这样看起来的话 整个人的质感就不会很好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因为非常爱擦护手霜 手应该算是比脸还要漂亮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每个月去做美甲 很多美甲时都说 你手几乎是没有什么死皮 你是不是有很固定的在进行保养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常做的保养 就是每天擦护手霜 因为韩国天气整体来说 比台湾还要干燥 所以其实韩国女生也非常的常操护手霜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有很多韩国女生 比起直接使用香水 更喜欢用带有一点淡淡香味的护手霜 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些 韩国非常有人气的护手霜吧 首先第一款要介绍的就是 nonfiction的护手霜 nonfiction是近年来 韩国非常有人气的小众香氛品牌 自己觉得nonfiction是非常适合 拿来送礼物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的包装非常的简约有质感 而且产品本身的产品力也都很不错 韩国人非常喜欢用卡卡来送礼物 这个送礼系统非常的方便 主要是分成实体礼物 还有兑换券两大类 兑换券就是比方说你可以送你的朋友 那它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兑换券 直接去实体的店面兑换一样的商品 或者是它点别的商品 可以用这张会兑换券去折抵同等的金额 那实体礼物部分就更方便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发一个礼物给你的朋友 那你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输入自己的收件资讯 那卡卡送礼就可以把这个礼物 就是直接送到了你朋友家 这个nonfiction的护手霜 就在卡卡送礼里里面 一直都是榜上有名 排名非常前面的送礼热门选项之一 我自己就是也有收到过 然后也送给很多朋友过 因为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 那我用的这款叫做Gentle Night 它的香味很中性 虽然说价位比较高 但是它的包装很好看 那它抹起来的质地是有点这样 我自己觉得它抹起来的质地是还蛮滋润的 就是很快就可以吸收薄薄一层的 这个香味其实还蛮中性的 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用 那它们家还有另外一个明星香气 就是Gaia Flower 就是比较经典的花香调 虽然说它们家商品价位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包装好看 第二个是它们香气非常的高级 然后滋润度也很不错 还是觉得是一个就是送礼跟自用 都很适合的护手霜 顺带一提它们的香皂也很好用 在三清洞、汉南洞、釜山等等 都有它们的实体店面 试箱和试用产品 而且它们家的实体店面的showroom 做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适合拍照 第二个要介绍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香氛品牌 叫做Tambolins Tambolins这个牌子是Gentle Monster底下的香氛品牌 那有Blade Pink、Jenny的加持 可以说是最近几年韩国最有人气的香氛品牌了 它们家第一款的爆红产品是金链护手霜 很多明星都有在用 那我之前其实也有用过金链护手霜 但我自己收到的时候是那个金链 就是过一阵子就会自己断掉 然后我觉得好像质感没有那么的好 这样子 所以相对来说 我其实比较喜欢这一款 The Shell Perfume Hand Clean 就是贝壳护手霜 它是把香水跟护手霜结合 只要一点点就很香 而且整体的滋润度也是蛮好的 这款其实是最近新出的摩石款包装 然后这次有出的就是三个新的味道 这个叫做Tambolins 就是洋柑橘跟苦薯微草 它的用法是这样子 就把它的这个盖子拿起来 这样子挤出来就可以了 哇 这个香味也太高级了吧 带有一点点木质的那种淡牙香调 我觉得这款还蛮适合男生的 这个香气真的好像香水 那我之前自己的最爱呢 Fay Night这个味道 它的无花果香让人觉得很特别 然后也很温柔 少女时代的Tiffany也是用这一款 这个香味真的很厉害耶 果然Jenny的同款不是开玩笑的 第三个要介绍的呢 是Amuse新出的护手霜 财装品牌Amuse也推出新的护手霜了 它有三个味道 然后包装都是这种非常非常可爱的 马卡龙色系 就像其他的产品一样 这次出的护手霜也是纯素的护手霜 就是指霜不含动物成分 也没有使用动物来做实验 Begom Soy Bean Hand Cream 就是大豆护手霜 它涂抹起来的质地啊 非常的特别 它是有点这样透明的感觉 就是涂抹起来的质感 真的是很不一样 但是啊也是很滋润的 就不会因为没有动物成分啊 就觉得很不滋润这样 这款Ostress呢是没有香味的 如果你想要那种 完全没有香味的护手霜的话 这款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现在韩国的很多护手霜里面 几乎都会有香味 那它们还有出另外一款Pleasure呢 是一种清新的白色香味 我现在放在办公室里面用 不是说呢就有一种 可能刚洗完找出来的那种 卫浴的味道 那我自己觉得啊 它最可爱的设计是这样子 就它有两个盖子 就有这样子的盖子 然后它里面有多附赠一个 这样子圆圆的盖子 所以这个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桌上啊 真的是很可爱 适合放在办公桌上面每天用 虽然说呢它的价格比较高 不过它的容量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它是Pigone的 如果你很支持这个Pigone的理念的话呢 可以考虑这款Amuse的护手霜 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款呢是这个 它是Beyond的护手霜 这一款呢就是在Olive Young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算是我自己觉得 购买起来应该算是最方便的 Olive Young有很多比较平价的护手霜 然后这一支的价位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像这一支的话呢就是4500韩币 然后其实它有时候 它会有一些买一送一的优惠 这个护手霜呢它有出小款跟大款的 这一款是小款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随身携带 它有出100ml的就是比较大 你可以放在家里用这样子 那这个呢我买的是深度滋润的款式 它有一点那种蜂蜜牛奶味道 就有点像是婴儿的 身体乳液的感觉 这个呢就是摸起来是真的很滋润 然后很好吸收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有点像是宝宝的身体乳液的味道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爽生粉味道的人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护手霜 再加上啊它在Olive Young就可以买得到 然后价格呢又不贵 我自己觉得算是CP值蛮高的选择 虽然说没有像刚刚其他品牌那种香风护手霜 那么样子的像香水 但是香味也是很舒服 就很像那种乳液的自然的香气这样 如果你是比较追求这种自然体香的人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这一支护手霜 那我像我自己的话呢就是会把它放在包包里面 就是水晨携带 因为反正就是弄丢了也没有关系嘛 那这一款呢就是我现在手上没有 但是我之前有用过 然后我同事呢现在也在用的是 W.J.S.ROM的香水护手霜 我第一次会找的呢是因为 黄明条呢有使用他们家的衣物香粉 后来就发现他们家也有出护手霜 所以就买来愿用看 我现在同事也是使用他们家的护手霜 然后刚好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那个味道啊 就是97号是April Cotton April Cotton呢是莱姆跟菱兰花的味道 我自己觉得呢是一个很好闻的香气 而且就是也很清晰 然后就比较适合学生这样子 然后在Olivian啊也是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香味 就大家来韩国的时候啊 可以去Olivian就是试闻看看 然后虽然说我觉得滋润度呢 可能没有前面介绍的几款 护手霜那么的好 但是整体来说呢也是算蛮够用的 毕竟台湾天气没有像韩国那么的干燥嘛 那我觉得在台湾呢其实当然说不定就已经很够用了 私心介绍的一个不是韩系 但是我自己也很爱用的是这一款 它是CAMRIE的HANDER&NAIR CLEAN CLASSIC 这个好像是德国的品牌吧 但是我之前就是在Olivian啊就买了一个 就黄色的那一款来用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太好用了 这也是第三次回购就是这个牌子 如果你平常上班或者是平常生活的时候啊 哇我会觉得有点太过于黏腻 有点太油 那如果是睡前那次保养了呢 用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适合 因为就是非常的滋润非常的够利 而且连指甲都可以一起进行保养 所以呢就是我自己最推荐的睡前保养呢 其实是这一罐 小插曲推荐 今天呢就这样推荐了几款 在韩国非常有人气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护手霜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韩国生活 也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粉丝专业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